大家好,我是妈猫,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有点激动,因为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今年生日收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生日礼物 就是我想了差不多两年的一个流浪包吧 当时它刚出的时候我就看各路明星杯 我都觉得哇太好看了 很多人我记得他们是说流浪包一出是欣赏不来 就觉得很丑,然后是越看越好看 但我真的从我见到它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非常心水这个包包 但是后来一直去店里也没有碰到特别合适的 要么就是没有我想要的size 然后要么就是配色我不喜欢 然后今年过生日就收到了一个这个包包 这包都火了差不多两年了吧 应该是去年年初出的 17年年初出的 所以我已经想了它两年 其实我已经偷偷打开看过了 但是呢,我也把它包回去了 我没有就是仔细的看 因为我想说可以在镜头面前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开箱分享 好,那我们就现在把它打开吧 首先它这里是一个香奈儿的山茶花 粘上去的把它撕下来 然后这个丝带因为是我之前拆过我就把它寄回去 寄的有点不经美乱七八糟的 然后这个盒子打开 一个全黑的小牛皮的小号的流浪包 好啦,已经拆好了 链条是金链配银链 一共是四根链条 这个包包因为已经很火了 也有很多人做测评了 所以相信大家对它肯定不陌生了嘛 因为近两年它太火了 所以它已经晋升成Chanel家的一个经典款了 一共是四个,包括这款流浪包 还有之前的2.55CF还有Le Boy 那因为正好这四款包包我都买到了 所以今天呢,除了这个流浪包的开箱 我想要把这四款金链包包都拿给大家一起做一个比较和分享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包 它的皮革就是这种小牛皮铃隔纹 皮质真的是非常的软 那它的特点也就是它的这个链条 因为是双链条 链条是有一点点做就 颜色和质地也是不一样的 有两根是比较做旧的银链 然后有两根是这种比较亮一点的银链 另外一半是这种金链 所以它就是这样混搭在一起的 那正因为它是这个双链条包 所以小红书上面我看大家分享 这个包包一共有七种背法 但是我今天穿的有点休闲 到时候我放我的上身图 那这个包包为什么我这么喜欢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跟其他几个经典款 就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偏休闲的形状 有点类似这种水桶形状 下面是这种很有型很硬的一个底座 它这个小拉链也很不一样 是一个比较大的做旧了的小箱的logo 所以这就跟其他几个款式都挺不一样的 拉开我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它里面不是皮质的是这种布置的 然后是一个大红色的 里面没有任何的隔层 只有一个内包可以放点卡和口红什么的 这个口还算是比较松的 所以打开以后拿东西不是非常的个手 比之前那个Lady Dior的要好很多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能装下什么东西 我拿了一些我平时会背在身上的一些东西 我们看它到底能不能装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小的这个钱 我这个钱包还有点厚 所以就是还蛮占空间的 然后是一个iPhone的手机 我的是iPhoneX放下去 然后是一个护手霜放下去 然后是一个AirPods的耳机放下去 然后是我的钥匙放下去 感觉已经有点塞满了 然后是一只口红 这个可以放在刚刚我说的隔层里面 然后平时因为我会带一个相机 但是因为现在相机正在录像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GoPro 它的厚度跟我的相机是差不多的 放进去 这个感觉 这个不太能放得下 因为它有点长 这个可能放不下 就刚刚装了这么多东西 差不多就已经装满了 而且就还蛮重的了 所以这个包包我觉得不是那么的能装 那这就是今天第一个我跟大家开箱收到的新包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我今年收到的包 包包是我爸爸今年送给我的 之前在我的包包合集里面有讲过 我爸他偶尔会去澳门 就是小赌移一下琴 然后每次只要就赢一些钱的话 他就会想要立马把它花掉 因为就不想要把就是赢来的钱带回来 今年夏天的时候 他又去了一趟澳门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加油打气 就说你一定要赢钱 因为我这次有一个想要的包包 其实当时我就跟他说我想要一个流浪包 在澳门的时候我爸去帮我看 结果他就给我买到了这个 他们家最经典的2.55 是一个黑色配银链 其实2.55的黑金应该算是最经典的嘛 但是我觉得黑金更女人一点 但是黑银的话我就觉得更休闲一点 然后我的衣服又是休闲的衣服比较多 所以当时买到这个黑银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其实对比一下 他们两个的皮质非常的像 就是那种做旧的小牛皮 因为这个2.55我已经背了半年了 然后这半年我也就是用的非常的多 其实现在来看就一点磨损都没有 完全还是像新的一样 所以这个牛皮真的就非常非常的耐磨 它的链条和这个扣子这边都是这种做旧的银色 打开以后里面是这个酒红色 一个小箱的这个logo 它里面的内胆也是全皮的 而且它这里还有一个分层 就这里还可以放点东西 这边还有两个这种内袋可以放一些卡什么的 而且它后面也有一个小小的包包 这里也可以塞点东西 所以我觉得从实用角度来讲 这个2.55要比刚刚的这个流浪包 是更能装东西一点 它的这个底座也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底座是这种可以折下去 就是向下凹的 它不是一个非常硬的那种底座 而是这种比较软 感觉装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那现在来对比一下它两个包包的链条的长度 如果都把它收起来的话 2.55的长度要比这个流浪包要稍微再短一点 根据我背了这么多次以后 我真的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能装 现在在录视频的这个相机 我每次只要是被这个包我都可以把它放下 然后里面还可以再装一个刚刚的这个钱包 这个护手霜 耳机 钥匙 然后口红 然后还能装下 这个GoPro也能塞下 就这样子有点鼓的话 你把它调整好了以后 也可以扣这样子拧上 所以这个2.55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 它的链条跟流浪包的链条是不一样的 因为流浪包这个链条里面是夹着这个皮 就是链条和皮这样裹在一起的 团机里面已经做过介绍了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做一个 他们两个的对比 首先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 因为它不是就是经典款的颜色 我记得当时我出了那个视频以后 就还蛮多人在下面吐槽 大家就是从安全和保值的角度来看 买这种大牌的包包 肯定都想要买这种偏经典一些颜色嘛 我的包包一般都是那种就五颜六色的 然后就可能大家就不是很能get到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觉得这个蓝色其实很特别啊 就如果大家都是黑金黑银的包包 那你如果是一个其他颜色的包包 不是就很special吗 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雾霾蓝 其实当时我拿到这个包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有雾霾蓝这个颜色 那就最近就各种衣服啊 才知道真的有雾霾蓝这种蓝色 那这个就是配的是一个银链 那它的这个链条呢 就跟刚刚我说的流浪包的链条是一样的 因为它里面是铁链加这个皮革是在一起的 这个CF呢是一个小羊皮 所以真的就要比刚刚我说的这个牛皮 要金贵很多很多 那这两个都是小号 在镜头面前可以看出来 其实2.55的小号要比CF的小号要小一点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比CF要能装很多 那这是一个它们两个外观的对比 除了size有一点点不一样 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包包的这个口 一个CF是一个稍微高调一点 双C的logo 2.55就更低调一点 是一个这个铁的长方形的小开关 不仔细看的话你就不知道是小香 但是这里底下有Chanel的这个字 现在我跟大家打开看一下 这个CF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里面这里也是一个Chanel的logo 然后它跟2.55一样 里面是全皮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隔层 这里也是有两个内包 然后这后面也是有个小包 其实它里面的设计跟2.55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厚度要更窄一点 那现在我把刚刚的东西试着放一下 一个钱包 一个护手霜 一个耳机 一个钥匙 我觉得这钥匙都不太能放下 它就很古了 我都还没有装我的手机 这么多东西就不太好装下 感觉这个包包吃多了 好饱啊 已经扣不上了 其实放进去以后要好好的调整里面的位置 就盖上会比较辛苦一点 真的奉劝大家不要买小羊皮 它虽然摸上去手感真的很好 但是我跟你们近看一下 它真的磨损的蛮厉害的 特别是这种边边角角 就能感觉其实这个包用的蛮久了 那刚刚我们说到4个经典款 还差一个Le Boy嘛 那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包包合集里面有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size应该是 Le Boy家最小的一个mini size 就真的非常小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小香家的这4个经典款 我都买的是最小的size 因为我自己的身型问题就更适合背小一点的包包 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肯定没有那么的能装了 这个呢是我当时买到的一个季节款 我记得在上一个包包的视频里面 大家也有说就是我买包都好大胆啊 全部不买那种经典的颜色 这个其实当时我是在店里逛到的时候看到的 我觉得这个配色很好看啊 很有气质的一款秋冬的款式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小牛皮 然后是墨绿色的 它外面就是这种比较粗犷一点的皮革 这种咖啡色的 我觉得配在一起很好看很特别 然后这里再配一个做旧的这个精炼 它这里的肩带也是一个这个做旧的皮革 搭在一起就是感觉很有野性的包 那这个包呢 其实就是这次我讲的里面最不实用的一个包 因为它真的太小了 它存在的意义就只是可爱 那我现在也跟大家看一下它能装什么吧 把这个扣子打开以后 里面都是这种做旧的这个皮革 但里面它也不是全皮的 是这种帆布的 然后就只有一个这小小的内袋 没有任何的隔层 那这个我觉得能装下的肯定就不能装钱包了 所以一般用这个包的话 我是会带一个卡包 然后再装一个手机 然后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这个钥匙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装下的 还是能装下 你要再虐它一点的再带一根口红 对 差不多这样就完全满了 扣上 这个包就是真的只能装那么一点点东西 而且对比其他那三个包 这个包算是自重比较重一点的 因为它的这个链条要更粗一点 这个五斤的质量感觉很好 那现在集齐了四个香奈儿纪念款 那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本来我想的是其实可以买一个爱马仕 之前因为有邀请小玉 跟大家做爱马仕的知识普及嘛 所以在那支视频里面 我跟你们一起也学到了很多关于爱马仕 我不知道的东西 那可能接下来考虑看看吧 因为我不喜欢Burkin和Kelly 我觉得太成熟了 太女人了 所以也许我会想要一个Lindy或者是Constance吧 但是 我觉得我越长大就好像对奢侈品 包包这种东西 就越来越没有那么的感兴趣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啊 就是我认真的小的时候会觉得 好想要个包好想要个包 但是现在就越来越觉得还好 特别是我每天上班 有时候直接就背书包 因为我在湾区嘛 很少一个场合能用到了 那反正在买包包上面 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消费吧 适当的时候可以奖励自己一个包包 好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支视频 那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